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板股今年将是一个大大转积年吗 没错 面板今年会非常的好 但是呢这个他不可能跟一般的电子股 往20倍 30倍的本益比靠 为什么 那因为过去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他的股性或者说他的一个产业特性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本益比 所以请问如果面板股 我给他我可接收的本益比应该几倍 因为大概一般来讲会到四到五倍 他如果获利最好的时候 这么少哦 因为面板他明年的景气透明度就低了 所以原则上来讲 就说类似去年的口罩股一样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看法 所以五倍 四倍到五倍 好我们就抓五倍好了 如果五倍你知道吗 本益比乘上EPS 5乘上4.7 帮我算一下吧 5乘上4.7 23.5 就意味着股价可能有机会这样子 所以友达您自己就算看看 友达也是如炮 这个同样的嘛 对不对 他是类似景气循环 因为他算是这个电子里面的景气循环 好面板追过了 联发科来 联发科来看的话 他今年预规 EPS大概有机会来到45块 那本益比大概接近20倍 其实他比大盘低一点点 所以原则上他应该有补涨的空间 主要是因为全球5G的手机 目前是转望 那上看四到四点五亿支 去年大概是不到两亿支 那联发科的话 他产能够 有产能得天下 因为5G现在这个高通的产能不足 所以联发科反而这个部分会有机会 联发科在中国大陆 我上次看到新闻说 5G晶片在大陆的市占率 他是第一名 而且赢过了高通 高通就是因为那个骁龙巴巴巴 给Samsung代工有漏电 对 没错 所以这对联发科主要的获利贡献来源 来自于China market 也不止了 就是全球的5G手机 其实很多都是联发科打入 所以当然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为他还有包括那个 他天机两千还没出来 没错 这后面我们就可以持续观察 另外来看的话 广达的部分 其实每年获利都很稳定 今年大概有七一点八元的水准 本益比大概接近十一倍 那主要是因为这些新的晶片 像超微跟Intel的新平台 而且全球的伺服器出货 应该有机会成长七个percent 什么叫伺服器再教一遍 SERV的话就是类似比较高端的PC跟电脑 就类似比较高端 因为他主要是做这个资料中心的 里面的元件 没错 伺服器就是存data资料的 云端AI 5G 你的照片存哪里 就是存在这 云端那也要有伺服器 懂意思吗 不是天上的伺服器 在某个地方 刚刚透过云端存在伺服器当中 所以只要我们刚念到那些 都会未来趋势在发展伺服器用量 就越来越大 华硕 那接下华硕来看的话 今年大概有机会赚到三十二块 那本益比大概接近十倍 那他也是三个股本以上 这个蛮有机会的 华硕今年的这个成长性蛮高 那主要是超微跟辉达的 一些新的显卡 还有包括近期的挖矿 也带动新显卡的一个商机 那这些个股 大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点 第一个是鸿海广达 华硕等等的代工厂的部分 他本益比大概过去都是十倍出头 这是他们的过去的股性 所以随着他成长 那看看 有没有新的一个商机 像鸿海的部分 如果跨到电动车的话 本益比拉高的话 他空间就会变更大 但是讲到这个 我要稍微追问一下 上个礼拜五 如果有看前线百分百 还记得成荣大哥说了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是叶伦说的 当全世界资金就极度宽松的时候 股市跟股票 应该要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如果这个假设 不知道您认不认同 问题一 问题二 如果这个假设 居民也认同的话 那么请问鸿海广达华硕 这样的本益比就偏低 应该可以拉高到多少倍呢 两个问题来 其实这个以这代工厂来看的话 大概十三倍到十五倍 压力就会比较重 十五倍 因为他的成长性 比较没有像其他的 像IC设计那么高 但是至少可以看到十五倍左右 对可以往这个十五倍 来做这个挑战 好那我如果很简单的思维 我不是说目标股价一定会到 但是你可以往上挑战 十五倍成九点九块鸿海 十五倍成广达七点八块股价 十五倍成华硕的三十二块 十五倍成三十二 帮我算一下好不好 十五倍成一PS三十二 等于四百八这个 对 有机会了 但是要后面要继续努力 好 仅供您参考好不好 享有高本益比之下的操作应对观察 好 这是一个主题 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这个 去年赚很多 今年配息配更多 来怎么去挑这样的股息质率率高的公司 对 那我们看一下去年大赚 而且今年配息很多 那能不能当作我们选股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去年到底谁赚很多 第一个防疫股去年都大赚 包括这个热印南六 热印是做这个耳温腔 耳温腔的 那南六是做口罩吧 所以这两档去年都大赚 而且高配息像热印的部分配十块 南六的话可能会配到十二块 所以高配息 另外来看IC设计 像连阳松瀚跟群联 去年都大赚 那也配息蛮高的 那电子通路来看的话 过去获利都很稳定 这个合生堂是被动元件的通路 那致上算是半导体的通路 去年也是赚蛮多的 你看我最欣赏这种 去年赚很多 而且大方配息给股东们 不然小散户买你的股票要干嘛 所以高股息殖利率的选股条件 对那选股条件 第一个 这大丁要注意 这个选股的话 我们是先挑近五年填息率百分之百 一定要填 一定要填 而且预期 这个今年配完息能够填息的 还要预期今年能够填的 对 那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一件事情 就像去年的防疫股 像热因或南六都大赚 可是能不能填息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今年的获利 可能比不上去年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像类似热因跟南六 像这些防疫股的部分 他的殖利率很高 可是大家不要被殖利率迷惑 因为填息的几率可能会很低 因为除了之后 如果他不填一直往下跌 你赚了息赔了价差 这是委屈的地方 对所以先求不伤身体 就是不要贴息 再讲求疗效 再讲求这个配息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挑什么 就是近五年的配息殖利率 平均是超过五个percent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挑个十个percent 虽然很高 但是呢 这种相对是少很多 这就是股息殖利率 对 殖利率 你配的息除以股价 这叫股息殖利率 超过五percent 今天国内很多的 对 那其实就不难 但是你要填息率百分之百 那可能就稍微难一点点 那第三个就是成交量要够 就是二十天的平均成交量每一天 大概平均要这个一千张以上的成交量 也就是月均量要超过一千张 对 哪一些零掉 所以这三个条件是要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那我们帮大家挑了几档 因为其实说实在 因为你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可能就蛮严格的 有点难了 对对对 因为有些像我举例来讲 像赵丰金是非常好的公司 可是他的填息率 其实并不是百分之百 真的 对 因为你不能说最近的上涨 应该是说除息之前去年的配息到这个今年的除息之前 你有沒有填完息 哪些的标的 对 那我们先来看电子股的部分 像01属于这个资安软体的 等于是妨害的 那他的殖率像今年准备 去年赚三点五五 准备配三块钱 那以目前的价格来看的话 殖率大概接近六点四个percent 那这些个股呢 基本上来讲 都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原则 那算起来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兼存股加价差 因为电子股的股性比较活 01的股籍殖利率六点四算很高 至上是 至上是属于这个IC半导体通路 那他的殖利率 因为今年准备配三块 那以四十二块的价格 其实殖率是七个percent 就三除以四十二点四五 对那七个percent 那也可以当作这个短线 有价差 而且具有殖利率保护的公司 另外看连洋的部分 他的殖利率 他准备配六块 不过去年只赚五点八五 也不能说只赚了 赚了五点八五 但是公司很大方 既然五点八五接近六 我干脆配六好了 就拿一部分资本公斤来配 那算起来殖利率的部分是六点五个percent 那这个部分也是具有殖利保护 那也可以当作这个价差的操作 所以这三档您的判断 是赚价差OK 对 存股是后面两档 这三档因为是赚价差 我们看一下K好不好 如果价差 我们该怎么赚 从01开始 01等于是涨一段以后 突破平台 而且他的本益比其实并不高 去年三点五五 这样算起来本益比 大概十三倍到十五倍 所以我的价差 就是当他一接往上 一接往上 这边买 然后这边赚到就出掉 是这样吗 可以做调节 那如果拉回量 说其实还是可以做承接 好 至上呢 至上的部分是半导体通路 这个开始往上涨 那急涨就不要追了 因为我们是看中他的殖利率 所以如果我买在大概三十五块钱左右 现在四十二块 我买了 可能我买五张 全卖掉 基本上可以卖一半 卖三张 对 卖一半 因为你已经赚到股息了 这个没有赚到股息 但已经赚到价差 意思是一样 连羊呢 连羊的部分也是冲高之后拉回整理 那现在来看的话 也是这个平台守住 那他的整个IC设计的部分 目前人气很旺 那殖利率又相对高 这部分应该可以做一个波段 短波段的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的价差的做法 就是这样一接一接 对 做到这边 这边就卖一趟 又来第二接 这边就是买 然后这边再卖一趟 是这样吗 对 来到前高附近不追 但是突破以后 那就可以 你持股就可以做个续报 所以价差是这样的操作了 那两档可以当存股的 而且是三条件 严格挑下来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但国票金跟开发金其实还没有公告 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经验 比如说像国票金的部分 去年大概赚一块一左右 他平均的股息的配发率 大概是接近百分之八十七 就是我赚一百块 我可以拿八十七块出来配 十块配个八块七 很大方 对 所以如果说以去年 赚一块一毛多的话 今年大概预估是配零点九七 所以他殖利率大概接近六点四个percent 那金融类股 像票券的部分 因为国票金是属于票券为主体 其实每年的获利都非常的稳定 可以当作存股的参考 另外像开发金的部分 类似工业银行 那他也是一样 他的每年的配息的 就是配发率 他大概接近八十二个percent 就是赚十块会配八点二 配的很高 所以去年大概接近一块钱的 EPS来看的话 大概九毛多 大概会配发零点七 这我们估的 大概原则上差异不大 那如果现在目前十块钱的话 其实殖利率是接近七个percent 所以也可以当作存股的参考依据 感谢居民 谢谢您了 辛苦他了 今天的大盘 还有包括了选股策略 两大方向 他都解释得很清楚 开始归纳了 今天居民一话 我才知道 不用过度担心 哪怕大盘 现在还是感觉不是那么稳 只因为礼拜三 台积电要除息 不过就他的图表来看 大盘已经走出了一个 很明显的上升轨道 在上升轨道下档 15600下面侧支撑 已经完成任务 有机会上看16800中期的一个目标区 所以我们盯着礼拜三楼 台积电除息的当天 如果真的台积电能够填息 第二个电子股能够出量 第三个红磅搭上了 3000到3500亿的量 这样大盘才叫做攻击动能启动 所以礼拜三是个关键日 居民刚刚给大家大盘的结论 而贵买部分 其实气势比其中来的强 多盯着热门股 说到了股票 这两大方向一定要盯着 也就是二月份营收高成长的标的 高成长的产业 今年会旺到一整年吗 多数来看是的 但这个稍微例外 这两个有机会 IC设计跟电子代工 相关概念股看一下咯 还有一些的代工 可以想比较高的本益比 刚刚都追问了 去年做很多 今年配息也配比较多 但是不是等等都优的 要找三个严格条件 每年都要填息 而且这个股息殖利率要超过5% 再加上量要出来 三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挑到了这些的标的 五档标的 前三档适合算价差 后两档可以当存股 以上结论 Jimmy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 因为我们发现到 国人越来越聪明了 定期定额买好股票 当存股 您可知道 1月2月份 金额加动起来 创历史新高 这是1月份 2月份 这个拆开来看 都是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的 鸿海台积电 或开发金等等 买到了100张 买到了50张 或200张等等 那么放在那儿 我要领过退学生活 要领席的 可是放在那儿 闲着也是闲着 告诉您 存股活化法 三个方法 帮助您 席也领得到 股票也在我手上 然后我还可以 赚到更多的利息钱 怎么做到的 什么叫存 借贷 三个方法 玉堂教会您